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季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女排联赛 在今天的话,世界女排联赛是正式落下了帷幕 今天早上总共有两场比赛进行 三四名的比赛当中打的是非常的激烈 波兰队最终是3比2立刻东道珠美国队 收获了世界女排联赛的第三名的成绩 而在稍后进行的决赛当中 中国队是非常遗憾的1比3输给了土耳其队 土耳其队成为了本次比赛的最大赢侠 拿到了最终的冠军 中国队也创造了历史,拿到了第二名 其实这次世界女排联赛打进四强的球队里边 有三只球队都是创造了自己参加这项比赛的最好成绩 土耳其队在改制以来从来没有获得过冠军 这次夺冠了 中国队在改制以来从来没有打进过决赛 这次打进了决赛 而土耳其队就算是把之前的世界女排大奖赛都算上 也从来没有能够打进过四强 所以波兰队同样也是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所以说整个世界女排联赛的四强当中 除了美国队另外的三支球队 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 不过稍后国际排联在早上十年当中 官网上宣布的这个最佳阵容也是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啊 因为在最佳阵容当中啊 可能在主攻这个位置上 因为给到了波兰队的主攻卢卡比安 应该说让大家感觉到有些遗憾和意外的 他能够去入选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他所打的这个位置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评选最佳阵容的规则 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有可能更多的球员 比他更适合能够入选到这份阵容当中 即便是放在波兰队里边 可能表现最好的球员也是斯蒂利夏克 这位非常年轻 身材高大的这个接影 他也是本次世界女排联赛的德芬王 德芬王没有能够入选到最佳阵容 的确是显得非常的遗憾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在他这个位置上 是本次比赛表现最为出色的 土耳其队的规划球员巴尔加斯 他在半决赛和决赛两场最受注目的比赛当中 分别砍下了22分和26分 两场比赛合砍48分 几乎是靠一个人打包了美国队和中国队 将土耳其队抬上了冠军的宝座 所以你跟他去竞争的话 你肯定是进入不了最佳阵容的 但是即便是如此的话 其实我觉得最佳主攻这个位置 应该是给到土耳其的主攻 卡拉库尔特可能会更加合适一点 因为他的发挥明显要比波兰主攻 打的会更好一些 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 因为历来世界女排联赛 在评选最佳阵容的时候 都是要给到一个名额 给到第三名的球队的 这似乎有点这种平均主义的感觉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 只能够去牺牲掉卡拉库尔特 因为如果说再把卡拉库尔特抬进来的话 那你就得把李莹莹给记住了 那很显然 李莹莹的表现稳定性 全能性少都要高于卡拉库尔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土耳其队的卡拉库尔特 成为了最终的牺牲品 不过其实中国队在这次比赛里面的表现 也是非常出色了 去年时间 女排联赛最佳阵容的评选当中 那我们看到作为冠军的意大利队是有五名球员入选的 而这一次的话 冠军土耳其只有三名球员入选 中国队也有三人 最后依然是给到了波兰队 那希望以后世界女排联赛也好 包括女排世锦赛也好 在评选最佳阵容的时候 不要拘泥于这样的一个规则 要不然就会制造出非常大的争议 一些入选的选手显得名不符实 而很多顶尖的选手受限于这种死板的规则 没有办法入选 递选显得非常的遗憾